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结出员工和团队的颁奖例 去表现一些有却越成就的员工和团队 虽然今年我们不能够做实体的颁奖例 但我仍然希望透过网上的颁奖例 和大家一起分享同事获奖的喜悦 今年我们有九位结出员工 七对结出团队和十三位优秀青年获奖 当中我们有些同事临时充当病团的爸爸妈妈 挨奸底夜做足七日的战事 能够将压力变成动力的拍档 还有将不可能的任务完成的团队 虽然大家来自不同医院不同岗位 但都抱着同一个训练 唯有需要的人作不下的努力 我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付出 实现医院管理局群策群立的精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临床最重要的是多些机会看多些病人 因为始终很多东西都是从病人拿回来的 有些病症你看得多就会比较熟 切身处地站在他们的角度 如何帮病人想一个最适合的方法回社区 我觉得我们有那份心 家人是真的明白他们都愿意配合 你看到他很开心的笑容 他很充心的感谢 其实这些都是每一步 令到我觉得更加要为他们 去努力去帮他们想 怎样做一个病人的提供 怎样可以帮到他们 所以病人的信任对于我来说 这是最推动的我 我很开心在过去这么多年 这管局的工作里面 我认识了很多很优秀的同事 他们无论对自己 对工作 以至对病人 都是很有意识 袁教授刚才跟我说 就算拿不到不要紧 因为这个process 也是一个很好的反省的机会 得到这个认同 其实是给我一个肯定 我之后可以有更多想在HA 和香港服务上的 病人回到他家 遇到的生活困难才开始 尤其是在社区里面的生活 已经扩展到他要开始出街 开始回学 去运工 我们很专门 帮他们做一些 新订阅的事 这个我们很自豪 这五年都做了很多不同的事 其中一个是心房战动的西层 病人未中工之前 虽然他没有一个心房战动的病征 但我也可以找到他出来 然后对症下阳 因为防止他一进院就是中工 新一辈当中都很希望 他们能够认清自己的目标 和抱负 坚持得来 其实就需要有一定的胆性 都要准备好 去吸纳不同的意见 和改变 去迎合所有的转变 我们的目标是为传染病病人 提供全人关顾服务 团队同时间竞赛 研究和制定治疗方案 治疗病人的同时 团队亦都发布了超过60篇 新冠病毒的研究 包括跟进康复者的后遗症 大家不会默守成规 用以前的方法去筹备这间医院 好像这个化验室 那些器材 其实已经 医院未建好 已经运到来 在北达山正院做临床测试 我们IT的床头的平板电脑 医院未有的时候 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在装转软件 我们其实只用了五个星期的时间 由一间空壳 变成一个收病人的医院 我们的老外科 服务的对象 治疗疾病的种类 越多越复杂 做科学手术 不需要用头架 都是在屯門医院 到2010年的时候开始做的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当新设计室完成的时候 屯門医院有第一步的 术中处理共振 看到这些发展是很开心的 其实大家对试口罩的需求都很大 个月线不升富贺 我们成立这个FIT-Test Booking System 其实就是方便同事 就好像乘起飞那样 自己乘到 让我们的能力 集中去做FIT-Test 一个星期半七日 一起去帮这班同事 能够有一个适合她的口罩 我们在思想上面 有一个变革 乐于求变 前聖的同事 经历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和痛处 随着我们不同的智慧型 项目的应用 一一得到舒缓 这些小孩子做完手术 好了 那时候你其实真的很开心 大人也是一样 我们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或者有些困难 我们都可以从他们身上 学习忍耐 適应了这个难关 其实过了 就会是另外一个美好的情况 很多病人都是中了风月 进来住的 我看到有一个病人 他进来的时候很受眉苦悦 那个病人听我们劝得多了 他真的很有动力地去做运动 他终于一天 真的自己可以拿到拐杖走路 他出院那天 还握着我们的手 真的很感谢你们 真的令到我们很感动 非常之开心 拿了这个奖 对于我来说 很多同事都认同我的工作 对于我来说 也有增强自己的自信心 我也要多谢 每一位在老人科工作的同事 因为任何的工作都是没有了 同事其实也不可能成功 其实将来都是想着 在传染病方面 有多一些心躁 特别是COVID-19 这个病 都是一个只有两年历史 左右的一个新发传染病 都希望可以有多些的研究 有多些的资料 可以知道我们怎么去预防 怎么去治疗 做多一些的研究 可能了解多些 我们之前都不明白的问题 可能就希望可以帮助到多些的人 要战胜疫情 市民接种疫苗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港岛西联网 就做了先头部队 负责设计疫苗的接种流程 和其他细节的安排 四百多位同事放假 烧八晚九 帮忙打针 大家都以不用词赶回来 这份团队精神令我很感动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挑战 我常常都提醒自己 一定要冷静思考 想出正面一点的想法 而去找出出路 看到病人笑着出院 是令我很大满足感 团队的精神 最重要的是 每一位同事都全程投入 积极地去解决问题 以及互相沟通 将每一样很小的事情 可能觉得不是很重要的 都可以做到最好 去给我们每一位的病人 做手术之前 有时发现体能再提升 会更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提早些解决 可能早一个多月 我们几个星期前 已经见到患者 述前令他们强壮些 就锻炼他们的心肺功能 去帮他们锻炼好体能 令他们应付不同的治疗 我都很喜欢教学 比如我和其他同事一起 搞了个专科考试的模拟考试 我在去年全染病医院 刚刚开幕的时候 都举手成为第一批 在那里工作的医生 我觉得是COVID这么大的疫症 作为一个医生 我都很想站在最前线 去帮香港市民 有一个肌肉萎缩的小朋友 他是走不了路 休息也要有人帮忙 但是他就算入到心智部 他都会跟我们说 就算开个洞给我 我都要继续生存下去 我要用我的故事 去激发别人去进步 我作为一个医生 或者作为一个健全的人 应该更加做多一分力 所以我要多谢 多谢很多人 多谢爸爸妈妈 但是更加多谢 其实用病人的故事 一个过去鼓摩我们 这个团队已经有了三十年 我们在香港是唯一一个 为小孩提供全面的高科技 对一些复杂的皮肤病治疗的 成功都是需要很多同事 一起的合作才能做到 所以非常感恩 这个世界是没有什么难事的 只要你有没有心 我没有什么成功经验 我失败的经验 千万不要拒絕我这些失败的 最重要是这样的尝试 不要看到难就是难 你要律己欢日 这样才是最好的 我们都是围绕着我们药房的 operation来做改善 比如我们移开水 将我们日常做的 operation的东西 将它浓缩在一个program 以前我们可能开一个药水 整个process 可能我们要20分钟 其实现在我们5、6分钟都可以的 记住以不便的原则去影慢点 不便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认为 无论科技如何发展 我们医护人员做事的原则 和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不会改变的 例如我们要以病人为本 我们追求合作精神 我们对病人要有关顾和同意心 这些原则是这么多年都不会改变的 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时候 很多时候的事情 就不是一步到位 而是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关卡 要去面对 为了过关的时候 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跨越一个关卡 而改变自己 去体量 去适应 所以不时都要问自己 其实你做医生的目的是什么 不要忘记初衷 我的座右名是叶精于勤 不断学习 虽然我不是医护人员 但是也希望尽力支援到其他的同事 令他们工作更加畅顺 最终是服务到病人和大众 我很高兴见证大家结出的成果 获奖的同事和团队 勇于面对挑战 不断创新解纳 实在是值得表扬 我也感谢在背后 默默耕耘的 每一位医院管理局的同事 为着市民的身体健康 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多谢大家